有點像這樣 這邊的話是下載它的氣溫 下載的方式的話我demo一下 反正就是它在背後呼叫IE瀏覽器 然後讓IE的瀏覽器先指向去連結到網站 然後那個網站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都會在瀏覽器裡面出現 你要抓的話一定要記得抓它的標籤 你不能說你看到東西就把它直接複製 它沒有複製貼過來的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那個東西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逐一的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我是按鈕在旁邊按一下 先把舊資料清掉 然後最後我有一個好像colons.autofit 所以它會自動調整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畫圖 畫個淡水、畫個鞍布 放在這裡 然後把圖刪掉 然後全部 但是你會發現 按鈕的位置會跑掉 所以按鈕可能要記得最後 如果你不希望它下載資料之後 它按鈕會亂跑的話 還記得吧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按右鍵這邊有個控制項格式有沒有 就是它有一個叫什麼 摘要資訊裡面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的改變 有沒有按確定就好了 那因為有這麼多個按鈕 我這邊已經做了 所以你就可以多選 怎麼多選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然後再點 1、2、3、4、5、6個 然後按右鍵 把它的那個 摘要資訊全部都改成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改變 然後把它拉過來 這樣OK 放在W這檔 然後下載完 淡水 鞍布 好像太... 再拉過去一點 應該放到Y這邊吧 Ctrl鍵按住 然後點它 然後向右拉一下 這樣OK 然後三圖 全部的折線圖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氣溫的變化 氣溫變化好像全台灣其實差異不大 有沒有好像 但比較大的好像側站比較明顯應該都高山嘛 像那個玉山有沒有 它即便是 夏天啊 七八月好像最高溫也才不過八度而已 有沒有 可是呢 到12月份的時候呢 已經到1.2度耶 到1月份的話已經是零下了 所以如果要賞雪的話 是跑到玉山上應該就下雪了 像最近都已經下雪了 OK喔 其他的話像 恆春好像地 好像基本上沒有冬天耶 有沒有 它即便是 12月好像現在也是22度啦 也沒那麼冷 然後21度 像蘭嶼 蘭嶼好像也差不多 OK 所以東部啦 或者是 像那個南部的話 氣溫就 比較高一些 北部的話 好像氣溫變化比較大 OK喔有沒有 那降雨量的話 其實我這邊又把它下載降雨量 其實降雨量也可以下載 比如說降雨量把它下載下來 那一樣啦 就按IE物件 然後把降雨量下載下來 然後全部的折線圖畫一下 那你會發現 欸 這個變化就比較大了 降雨量好像 像那個 竹子湖好像有沒有 降雨量集中在幾月啊 從9月 10月 11月開始就 這個月份好像就是下雨的高峰 那基隆的話是從 有沒有剛剛看到的 就是9月之後開始下雨 然後到夏天好像比較不下雨 其他縣市的話 蘇澳的話平常都不下雨 然後也是冬天的時候下雨 花蓮好像是夏天 冬天也不太下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降雨量的部分 馬上可以看出一個變化 可是如果你直接看數據 其實比較難看出差異的 不過這個位置好像又變動了 看一下這個 可能剛剛有刪掉那個 刪掉列 等一下 按右鍵 按右鍵 這邊有沒有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改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載的溫度的IE物件 這個地方程式如何撰寫的 那這邊的話 我切到剛剛的這個程式來看 那這個難度 其實你會發現呢 跟剛剛有點類似啦 一樣是把資料 舊的資料清空 然後呢 利用那個IE物件 去把資料連結到那個網站 然後一樣要等一下下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們程式後面這個地方 這一行出錯的話 那有可能是等待的時間不夠久 所以你可能就是把這個數字拉大一下 三秒不夠的話 你可以改成五秒 或者甚至改久一點啦 你改的時間越長 相對可能安 就是比較不會造成 就是資料還沒下載下來 你就去抓取 那一樣呢 那一樣呢 在這個網頁 這個table的話 括弧0的話 表示 那這個網頁裡面 顯然table應該 我們要抓的資料應該是第一個 有沒有 這個小括弧0的話 理論上第一個 所以他怎麼知道 是第幾個 你一樣嘛 這個地方 找到那個table table在這裡 這個有沒有 點兩下 然後呢 Ctrl F 然後呢 在前面記得加一個小標籤 小於符號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網頁裡面 就只會有一個 所以就那一個啦 所以為什麼是 這邊會加一個小括弧0 那因為這個網頁只有一個table 所以就抓那個table回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 就是要把裡面的標籤 全部通通做個解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底下的東西啦 你這個像什麼 TH TH的這個不要管它 主要是管那個TH TR OK 你有沒有發現TR 那第一個TR是第一列的意思 所以這一列嘛 這一列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它裡面都是TH 所以等於是第一個格子是空的 所以第一個TH裡面是空的 第二個格子的話才是一月 第三個格子是二月 也有意思類推 所以喔 第一個TH全部都是 第一個TR的話 裡面都是TH 有沒有 第一列啦 OK 然後第二列的話呢 底下這邊 所以你其他不用看 反正就看TR就可以了 TR的話呢 這個TR 這一個 這個TR裡面的話呢 它裡面第一個是TH 後面就是TD 所以喔 只有一個TH 其他都是TD 這個架構跟剛剛的幾乎滿像的 所以公務機關的那個網頁裡面好像都有一個共通性 前面都是TH 後面資料都是TD 其實TD就儲存格啦 TH就是Head 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呢 那假設下一個 下一個其實應該 安部應該也是長一樣 所以TH 後面都是TD 有沒有 這個下一列的話應該也是TH TD啦 所以我大概知道它的規則性之後呢 我就把對應的程式給寫出來了 程式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先把這個table先抓到這個物件 叫TBL裡面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TBL呢 去找所有的TR 所以呢 這個地方指的是所有的TR 所有列呢 通通幫我放到這個TRS的物件裡面 然後呢 底下我一樣跑個回圈 把它裡面所有的列 一個一個的做解析 所以底下的話其實就是解析什麼 你幫我找一下TH的數量 如果它的TH的數量是大於1的話 所以喔 這個大於1什麼意思 我剛剛有講到 只有哪個地方會是大於1 應該就是第一列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 只有這一 不是這一列 應該是這一列吧 這一列的話呢 它裡面都是TH TH TH 所以呢 它TH的數量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 那什麼時候 所以這邊應該1到12月 再加一個空白 應該有13個TH 底下都是TH 然後下一列的話呢 這一列的話就是一個TH 其他都是TD 所以我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判斷說 它的TH的數量 是不是大於1 如果是的話呢 那表示它是第一列 所以第一列用第一列的方式 就是把第一列的資料抓回來 所以我再把它分別放在應該放的位置 其他的話就是分別在取得TH之後呢 在後面再放TD啦 反正架構跟剛剛那一題蠻像的喔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不需要的欄給刪掉 所以這個地方 我把它執行一下好了 OK 先把它run一下 抓一下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就通通抓下來了 那我最後好像刪掉某一個部分的資料 好像刪掉平均吧 我看看 看一下還有 這邊的資料先刪一下 有沒有 這邊好像擋到了一下 這個我先把它刪一下 還有啦齁 所以最後好像有平均跟那個什麼 那個統計期間 那這兩欄我覺得好像就多餘了 所以後來我好像有多做一個動作 就把N跟O這兩欄把它delete掉 然後最後讓它欄寬做一個平均分配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三調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兩欄就不見了 然後最後讓它自動調欄寬一下 然後最後讓它自動調欄寬一下 然後呢 最後記得 這個 這個意思是說把IE給關掉 因為它還在背後跑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它關掉 當然你不關掉不影響 只是會浪費記憶體而已 OK 這樣OK了 不過啦 我是覺得最後這兩欄要不要刪掉 其實好像有兩可 因為我發現刪掉之後 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 這個好像會跑掉 把這個刪掉一下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一段 那這一段 那這一段程式碼 因為複雜度比較高 所以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 雲端上面的第幾頁 第五頁的地方 下載 氣溫底線 IE物件 這邊 OK 試一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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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